所以我其實就是對他就是很有好感 從他出生然後到他此時時刻這一秒都很好奇 我每天就會問他100個或150個問題 然後他又很有禮貌地回答我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喔 感覺就是好像我們兩個人聊得來這樣子 正式決定想要跟他交往的時候 我自己就有立下一個目標說 我希望是我可以 未來的時候可以搬到馬來西亞 沒有突然其實也一年多的時間了 對啊就很夢幌 因為其實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我在感情裡面我是一個蠻直接的人 對蠻主動的人 然後也是某個層面也是一種像個老人的感受 就是例如說我覺得就是他給我的這個新的印象 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我其實就是對他就是很有好感 那我就是會自己很積極地主動跟他聊天 然後因為我是雙子座我就是會那種 從他出生然後到他此時時刻這一秒都很好奇的人 因為雙子座就是一個好奇寶寶 就可能我每天就會問他100個或150個問題的那種 真的假的 對然後他就會很 然後他又很有禮貌地回答我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喔 感覺就是好像我們兩個很聊得來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一直很積極地就是都會跟他聊天這樣 然後也會很期待跟他聊天 然後再了解到更多他 也跟他分享我自己更多這樣 他有嚇到 因為在馬來西亞的他們的文化裡面 如果你跟一個女生講你有好感 就好像是表白 然後就好像是問他要不要在一起 這樣 所以他會覺得他 你不是才認識我三天五天嗎 你怎麼這麼快就跟我告白 或是要問我在一起嗎 這樣然後我就會解釋給他聽說 其實我只是一個我的方式 想要讓你知道說我對你有好感 然後我們也許有機會可以就是往下去相處這樣 所以他在一開始他就會覺得有點嚇到 然後可能會覺得 哇是不是潘玉文是一個就是什麼很厲害的把妹高手之類的 可能我自己在正式決定想要跟他交往的時候 我自己就有立下一個目標說 我希望是我可以 未來的時候可以搬到馬來西亞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子 因為我還是會覺得 在兩個人的世界裡面總是要有一個人先做這件事情 那畢竟我是男生嘛 然後再加上也是很感謝我的家人啦 因為在爸爸離開之後 妹妹現在很好的自己的美滿的家庭 所以剩下媽媽嘛 然後我媽媽跟我其實我們兩個人都是那種 適應能力蠻強的 所以其實我也是會 會有這樣子的信心 是我覺得未來的話 無論是不是我定居在馬來西亞 然後媽媽她可以就是兩個地方兩邊跑 甚至於她在馬來西亞生活習慣了她也可以定居 就是今年應該不會這麼快啦 雖然結婚就是一個衝動的念頭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那麼快 第一個 當然也是希望可以享受一下 就是兩個男女朋友的這個身分嘛 然後我覺得也希望可以多賺一些 就是你看 遠距離要買很多機票啊 很多這些交通啊 戀愛費啊 所以就是還是會希望在工作上面 可以再多努力一下這樣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不會這麼快 至少今年不會啦 嗯